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他在接受央视记者参访的时候表示 香港近期出现的暴力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不可容忍 他希望越来越多的香港人站起来反对暴力 帮助香港走出困局 马丁雅克曾在香港居住过两年半 在他看来 香港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 在任何国家都无法忍受 西方媒体还在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 这些暴徒损毁财产 袭击警察 还占据了机场 我怀疑是否会有任何现代国家能容忍这种情况 英国媒体和西方媒体都没有明确谴责过这种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伦敦西斯罗机场 他们肯定不会容忍 那为什么发生在英国不会被接受 在香港就会被接受了呢 马丁雅克说 他很遗憾看到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 曲解了香港的发展逻辑 事实上香港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内地 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获益巨大 许多香港年轻人总是向西方看齐 这必须要改变 必须要越来越多的以内地的立场来思考 你们挥着英国国旗 美国国旗 但是他们会为你们做什么 这不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你们需要融入未来 而不是退回旧世界 马丁雅克还表示 当前局势下 只有香港社会凝聚共识 去消融 去影响那些激进分子 才能真正走出困惧 真正的出路是 要在社会里产生一种 不能容忍暴力的氛围 这些年轻人也有加 他们可能在大学上学 他们总会是某些社会群体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是可以被更广大人群所影响的